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体坛的最新动态 韩国世界球后安喜莹是巴黎奥运会 羽毛球女单项目的夺金大热门 非常有机会成为自1996年方朱贤之后 第二位在奥运女单夺金的韩国球员 安喜莹25日在奥运媒体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八成 誓言夺下睽違16年的奥运羽毛球女单金牌 安喜莹在去年杭州亚运会夺金后遭遇悉伤 外界对于她能否在巴黎奥运夺金话上问号 但她在巴黎奥运前两战分别拿下一贯一亚的好成绩 先是在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封后 之后在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拿下亚军 安喜莹受访被问及备战情况 她笑说会努力用浪漫的方式结束 因为自己在炎热的天气下做了很艰苦的准备 之所以用浪漫形容是教练给的建议 若是以兴奋的心情展开新的一天 当你完成训练之后就感觉度过美好的一天 自己就是这样克服伤病 如果我以浪漫的方式结束巴黎奥运之旅 那这就代表我度过很棒的一年 安喜莹也提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了80% 剩下的20%希望能在奥运前达成 自己曾在更差的情况下出赛过 自己有信心能够在巴黎表现得更好 她坦言金牌大满贯就差一枚奥运女单金牌 自己会在巴黎全力以赴 我一定能够夺得金牌 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对不起